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 或许是挽回不了遗憾 或许是做了一些昧良心的事情 如果有这样一把魔法梳子 只需能一书便知道她内心的秘密 你相信吗 我们今天就要讲一部这样的奇幻电影 七只乌鸦 在一个美丽偏僻的村落里 居住着一群善良的人们 烤面包的夫妇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小卡 但小卡的到来却没有给父母多大的欢乐 在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的长大 很快就发现父母的脸上永远都挂着忧伤 她开始尽力去讨好他们 希望能换来他们的笑容 却仍然没有一丝改变 后来她又做出各种恶作剧 父母竟也没有责罚她 一天她和小伙伴们来到了家里的阁楼上玩 无意间发现箱子里有七套男孩的衣服和鞋子 她心想也许父母喜欢男孩根本就不喜欢她 要不然怎么会准备一箱男孩的东西 这件事情像个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 小卡已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一天大家正在一起干活 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惹怒了她 她生气地向母亲询问家里男孩衣服的事 然而母亲对她却置之不理 这个像谜一样的事情困扰在小卡的心头 过久后她和小伙伴们聊天得知 森林里住着一位神通广大的女巫 她无所不能 据说她是生了一只小猫后被人遗弃在了这里 为了解开遗团 她决定一个人去黑森林 很快在一只小猫的带领下 她找到了女巫 然而女巫并没有人们传说的那么可怕 相反还十分的友善 她拿了一把魔法梳 想要知道答案 就用这把魔法梳子去梳对方的头发 这样就能把对方内心不愿提及的秘密 显现在眼前 小卡回到家后 等母亲睡着 用梳子在她头上轻轻梳了起来 结果却看到了一幅惊恐后的画面 那个时候小卡还没有出生 母亲生了七个儿子 但他们却十分调皮 母亲去求巫女赐给她一个乖巧的女儿 女巫告诉她 回去把七人份的面包分成八个烤成面包 烤好后选出最漂亮的一个 然后说出愿望 然而正当她刚把最漂亮的面包挑选出来的时候 却被几个儿子冲进来分着吃了 她瞬间被激怒了 生气地说了一句 真希望你们都变成乌鸦 话音刚落 儿子们变成乌鸦飞走了 自此母亲开始自责难过起来 小卡知道了母亲的秘密后 她再一次找到了女巫希望能救回哥哥们 女巫告诉她 话语也有魔力 你的哥哥们因为你的母亲变成了乌鸦 所以你现在应当保持沉默 并用寻麻亲自做器件衣服 所有的事情必须一个人做完 你才能说话 小卡听完后一路跋涉 终于找到了女巫所说的寻麻地 可寻麻的身上长着一身的刺 每把一颗手上就像针扎一样疼 但她没有放弃 晚上她在山上找到了女巫所说的棋息地 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鸟窝 于是她躺在了鸟窝上睡着了 醒来后她却发现 窝里睡着自己的哥哥们 她不小心惊醒了一个哥哥 看到她瞬间就变成了乌鸦 原来他们只有在睡着后 才能变回人类 第二天 小卡又接着拔寻麻 但是伤口让她疼得倒在了地上 晚上回家 看到哥哥们熟睡的样子 这又给了她无穷的信心 没过多久 寻麻终于被她扒光了 她开心地在地上跳了起来 并在玉米地里吃起了玉米 这个时候 两个王子来这里打猎 却把小卡当成了猎物 就在二王子要抠动扳机的时候 乌鸦跑过来捣乱 救了小卡一命 乌鸦却被王子打了一枪 小卡急忙从玉米地里跑出来救走了乌鸦 他把受伤的哥哥送到了女巫的家里 接着用肢体语言告诉女巫 事情发生的经过 夜里她用梳子在女巫头上梳了一下 才发现女巫曾经是个王后 国王意外去世后不久 她在生产的时候 有人把她的孩子换成了小猫 人们误把她当成了妖怪 随后被驱逐出了王宫 小卡抱着乌鸦离开了 继续晒制她的寻麻 不久 一位口吃的大王子找到了这里 她发现自己很喜欢小卡 小卡见她身性善良 就开始与她用手语交谈 大王子感觉自己和小卡在一起 很放松也不口吃了 她告诉小卡 口吃的毛病是小时候受到惊吓造成的 随着他们见面的次数增多 两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 爱情的种子在慢慢发芽 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 小卡为了抢收晒干的寻麻 被大雨淋湿了 夜里发起了高烧 哥哥们为救她飞向了王宫 大王子知道后急忙将小卡接回王宫照顾 可她的行为却遭到了现在王后的弟弟反对 大王子为了保护小卡 甚至拿出未来储君的头衔来压制他们 王后惊奇地发现 大王子竟然不接法了 其实王后是想让二王子当国王的 现在大王子的口吃好了 就会对二王子造成威胁 小卡醒来后就要回去做衣服 不料大王子竟然把她的寻麻全部抱回宫中 这可把小卡高兴坏了 没想到大王子对自己这么好 当晚王后又想用当年的伎俩 把大王子下口吃 不料却被小卡搭走了 大王子看到这里感动的向小卡求婚 小卡随即点头答应了 很快两人便举行了婚礼 随即在婚礼上 小卡也没有停止做衣服 大王子对小卡很支持 对乌鸦们也很好 不久小卡怀孕了 但她仍在不停地劳作 很快便做好了五件衣服 然而这时 王后却找到大王子 让她出去办事 王后趁机说 自己会照顾好她的妻子的 此时的小卡已经缝制了六件衣服 还差最后一件 但她快要生产了 王后在晚上陪着小卡睡觉 等待她生产 夜晚小卡用梳子 放在了王后头上 才明白 当年正是她用药 迷晕了当年的王后 最后用猫换走了王子 她知道后 收拾衣服 准备逃走 无奈 孩子却要出生了 王后再次用乌鸦 把孩子换掉 并把小卡的孩子 扔向水里 但却被哥哥们救走了 王后诬陷小卡 是个女巫 生下了一只乌鸦 可小卡 由于还有一件衣服 没有缝好 不能说话 她被王后 关进了大牢 但是仆人们 却把她的衣服和梳子 偷偷送了过来 就在押往刑场的路上 她也在不停地缝制衣服 当火把点起来的时候 七个乌鸦来了 小美的衣服 已经全部封好 她轻声 说完咒语 哥哥们就全部变为人形 大王子在得知乌鸦的报信后 及时赶了回来 小卡趁机揭穿了 王后的真面目 女巫从森林 把小王子送给了小卡 她把梳子放在了 王后的头上 很快真相就显现出来 最后女巫把王后流放出境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小伙伴们 如果你有一把这样的魔法梳子 你打算知道谁的秘密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